今天 趁雲帶觀眾朋友來到的是 一個施工的現場 我們要來突擊 哪位王牌設計師呢 先賣一個關子 不過我想要告訴你 這位王牌設計師 在自己下監工 有另外不為人知的一面喔 對 因為我們這個 是要考慮是用鐵劍的方式 林楊有將近二十年的工作歷練 累積上千戶的空間改造經歷喔 從室內裝修到建築外觀設計 都是他拿手的強項 堪稱是改造住宅大師 林楊麗師 今天的這個岸場工地 大概到了哪個階段了 就是這個岸場工地 我們現在在油漆的階段 大概還有多久可以交屋 目前到這個階段來講 大概差不多在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 我們就可以完整的交屋給屋主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一個位置耶 你問一下 通常一個岸場你會來幾次 可能不下數十次 這麼多次喔 對 OK 哪幾個開明點是一定要到的呢 其實一開始開工的時候 我一定會到 因為要跟廠商解說 然後包含到一些細節 我要跟廠商 還有我們工班要去解說清楚 在過程當中 包含到比如說水電 木工 還有我們所謂的冷氣的廠商 這些階段 前面的施工階段 我一定要來跟他們解說一遍 然後互相配合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一個完成的時候 我一定會過來 因為要驗瘦 一定要驗瘦 對 我想問一下你的師傅 如果你要來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皮都要拔痕緊 幹嘛每個人都要先看好 通常都會拔痕緊 因為我過來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不… 有狀況的時候 或是說現場的設計 我們的設計 跟它施工的品質狀況 如果不符合的時候 不符合我們的要求跟期待的時候 我就要求他們要做修改 修正 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完美 這樣給我們屋主 OK 那通常你到現場來說 你會聽哪一些小細節播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 在工地的工地現場 它是我們知道油漬的階段 那油漬階段 譬如說像我的屏風 那我是用木座的方式 去防鐵劍的感覺 質感 這樣比較便宜 但是效果也在裡面 對 這樣子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們會看到像我跟師傅 在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一定會手去摸 摸那個質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個屏風很多是補丁的 一個狀況 修補的狀況 這個我就要求 我們的油漬的師傅 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要的質感 那漆的顏色呢 你知道的時候 好比像我好 我對那個漆的顏色 我講不出來我要什麼 可是我知道那漆漆耶 對 怎麼辦 這在現場的時候 通常我跟屋主 第一個 會以我們的專業 設計師的專業 我會先調個顏色出來 調個顏色出來之後 我們會試噴 再試噴上去給 像這樣的感覺嗎 對… 會先試噴上去 那我們會跟屋主做溝通 這樣的感覺OK 不OK 通常我們在看 所謂的顏色色票的時候 它都帶一塊 太小塊了 其實看不出整面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現場會調機 然後會試噴一次的感覺 給屋主看 那我們這次再做調整 就是目前這個樣子的狀況 像今天我看到這個現場 它已經到了油漆的階段 是的 我們去舉個例子好了 比方說如果我在水電 你要驗收的時候 你都注意哪些 其實在之前的階段來講 叫水電的部分 我一進到工地 它水電有一個階段 我會驗收哪些部分呢 譬如說 第一個 燈區的回路 燈區 回路它的線路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 譬如說我們有的時候 所謂的音響 音響線 或者是說我們的網路線 插座 電視線 這些所有這些線路 我們該留的位置 是否已經有留到 我們應該正確的位置 這關係屋主將來生活 生活的方便性 對 OK 那比方說木工呢 木工你要怎麼驗收 它細節 我們所謂貼皮的部分 或是說我們有倒腳 圓腳 直腳 斜腳 這些部分我都要去特別的注意 所以說真的 我覺得設計師這雙手 有的時候手會代替眼睛對不對 對 來幫你來驗收 整個現場的眼睛 對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除了看之外 手還要去摸 觸感很重要 OK 所以這雙手 也是你的第二個眼睛 對啊 除了畫圖 我們還是要去摸摸 現場的一些施工品質 OK 從施工 一直到最後的家具選配 設計師不會憑空想像 會去聆聽屋主的需求後 再提出建議 來完成每位屋主 對家的夢想